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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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小姐姐 对不起 怎么突然想起来说对不起了 我不应该偷你的无人气 徐月哥哥说的对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偷了就是偷了 这样做不对 我接受你的道歉 并且我觉得 小桃有你这样的朋友 非常非常幸福 小桃其实原来有一个 很幸福的家 直到爸爸妈妈一次登山中 遇到了雪崩 等救援队赶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去世 所以小桃才被送进了福利院 后来又得了一场大病 这次还长得起来了 你激动什么 这还凉着血压呢 你待会儿不准了 来来来 我看看 你的血压稳定还可以啊 但是还是没我好 我这不是郁闷着呢 我说啊 小桥回来 这是个好招的了 你得充分发挥 这个顶上柱的作用 把建兄叫来 让他们两个人啊 多相处相处 不会是后悔的撮合两个人了吧 他们自己的事啊 还是咱们自己处理比较好啊 不是这话要是从这个小桥嘴里说出来 还差不多 怎么着 丫头回来吃了一顿饭 就把你这老顽固给洗澡了 我给你沾个水 别跑 别跑 怎么着 看着新女婿了 什么新女婿 来啊 咱们看看 来了 看看 看 看看这眼神 对我们家金雄客从来没有啊 青梅猪马当然不一样了 这是谁啊 装 好好装 跟我装啥 这节目上周就有了 没看过啊 他录节目就没跟我提过啊 哄哄哄 哎呦 十月 名字不错啊 不过你看小桥这种放松的样子 这能说明什么 哄哄 说明小桥对他有充分的信任感 这语言上的政治啊能迷惑人 可这眼神当中的小猫妞 骗没有 我在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 如果没有点看人的本事 哄哄哄 我就不是老长总了 哄哄 我说是吗 你说我们小桥再杀 你说也不会看着这么个男人吗 生死恋人 哄哄哄 别那么激动 来 你让程建勋打个电话问问 小桥跟这个时运是什么关系 我马上给你打 小桥跟这个时运 小桥跟这个时运 小桥给我们写了一首诗 你想听听吗 梦里 我是一只百灵鸟 在桥木间飞行 在暖风里歌唱 当我张开翅膀 没有我到达不了的地方 当我从天空看向大地 世界好像都属于我 当我说着鸟儿的语言 人们的笑话就离我很远 但我飞得很高很高 我相信 离天堂的爸爸妈妈最近 难怪他说 你让他梦想成真了 送你回公司 不回公司 也不回家 去清醒梦境买 想喝一杯 你就没有什么话 想跟我说的吗 几楼啊 你就没有话 想跟我说吗 几楼啊 欢迎的 欢迎 Tutaj 欢迎你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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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